大家好 欢迎收看周三的新闻大家谈 我是扶摇 我们今天邀请到三位嘉宾 一位是时事评论员资深政经分析师秦鹏 秦鹏先生好 扶摇你好 观众朋友们好 两位嘉宾好 我们线上邀请到两位嘉宾 一位是欧洲病毒学及传染病专家 董允宏博士 董博士好 富瑶好 跟我嘉宾好 好的 欢迎 另外一位是新闻叛惊奇的频道主持人李大宇 大宇好 富瑶好 大家好 还有董博士 秦鹏 你们好 好的 欢迎三位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 中共的官员 警察 三阳之后密集的离世 医院都不敢承认 党的喉舌声讨大英博物馆动了坏心思吗 郭台铭竹台湾总统到底是强硬对中共 还是在助攻赖清德呢 8月以来 我们看到中共的这个病毒疫情 就是再度升温了 相关的话题多次登上了社交媒体的热搜榜 8月19号 中共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称COVID-19新变异毒株 EG.5已经在中国的绝大多数的省份形成优势流行 从4月的0.6%增长到8月的71.6% 并很有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这个趋势 我们看到各地网民纷纷是发帖爆料说 他们本人或者是周围的熟人都已经陆续出现了三阳 有一名北京的网民说呢 7月底的时候 北京的发热门诊一天有20几个羊的人 可是到了8月中旬 一天就有120个羊的人 想想这飙升速度很可怕 有一名浙江一屋的家长说 孩子发烧了三天 然后到医院去做CT 然后发现的是白肺 医生就建议说住院 结果没有床位 前面预约的还有十三四位呢 一名天津高校的学生表示 刚开学一周 整个宿舍都感染沦陷了 而8月29号 有一名上海的市民又告诉大紀元的记者 说前一段时间呢 上海咳嗽 流鼻涕感冒 然后又发烧的人是很多的 28号 他去医院看病 看到自费做核酸检测的人也有很多排了长队 还有重庆的市民表示说 他去当地的民生银行 工作人员说很多人都痒了 目前还没有看到人们的恐慌情绪 因为很多人呢 没有太当回事 我们来看看更多的消息 病人还是感觉持续的往上走 病人非常非常多 因为我们平时都二三十个的病人 这两天已经要接近一百四五十个病人了 医生非常的辛苦 今天我利用休息时间 把那个病人从7月15号开始的 一个就诊曲线图 给你们辛辛苦苦地画出来的 就看起来整个还是是一个曲线上升的过程 那网上说啊 现在说三阳的 说北京是已经到70% 我已经二阳过了 我就怕我三阳 那大夫说就既你就是新冠 前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而且说也不需要隔离 就是家里人跟家里人之间戴着口罩 注意点就行了 目前没有特别好的药 只能是自己客户 医院好像现在已经不治这个 大家看我现在出门又把这口罩戴上了对吧 因为我姐说他们那个黑龙江吧 整个发了大水之后 三阳遍地啊 它都高烧38度了 然后我们户外的朋友最近也是接二连三的三阳啊 都说挺难受的 所以说呢 我现在就又把这个口罩戴上了 前两天看了上海的一段视频也是 哎呦 这个说这个门诊呢 这个三阳啊 多了 人家说了大灾之后必有大意 是吧 就这次洪水之后肯定这疫情会犯了 最近吧 三阳 三阳又开始了 朋友们 三阳 所以大家比如说去医院呀 去人群多的地方 建议大家戴上口罩 现在我是在邯郸的一个社区医院 我再说一下是社区医院 不是大医院 中心医院 第一医院 或者是中医院之类的大型三甲或者二甲医院 这仅仅这个社区医院啊 看到是很多人都来这儿给孩子看病的 然后大人也有 医生全部都开始做诊了 我感觉新冠第三波 第三阳已经开始了 有的都已经开始传染了 就是说家里边人得了 然后传染给其他人了 今年冬天我感觉形势不太乐观 大家要做好防护 我身边好几个朋友三阳了 有年龄大的 还有年龄小的 无差别地带 重重上来说吧 又穷又重 可能是分人类体质吧 人类一提样这个事吧 不像去年的太阳色变 大家也不是那么恐惧了 引力充熟度也有了 还是要注意 估计很多人和我一样认为这个玩意是越来越穷了 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每个人的出现状况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假的有高龄老人 特别特别要注意 特别特别要小心 在出门大家也不带口罩了 防护意识也没原来这么强了 但你我想想 在第一次养的时候 也就在大约半年多以前 离我们并不是太远 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有离开我们 目前看起来情势真的是很危急 有一名匿名的武汉的医生告诉大军 说新冠病毒降级为乙类乙管传染病之后 门诊也不做这个新冠检测了 现在什么疫情数据都没有 他们也没有任何针对新变异毒株 EG.5感染病例的治疗手册等等东西 最近因为发热 看病的人很多 所以医生也无法确定 这些人是普通的感冒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引起的 那么首先想请问一下董博士 我们看到中共是走极端 之前是从严厉的风控清零 然后180度的转弯 躺平应对后面的几波的感染潮 现在很多人即使说感染了 也不被告知 然后他们也以为自己只是普通的感冒发烧 这种应对新变异毒株 EG.5的方式是否可行呢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EG.5 它是一个新冠病毒 奥米克隆这个大家族中的一个 最近今年2月份首次报告的一个变种 这个新冠病毒变种确实是似乎是没完没了 然后它最大的两个特点是它具备一个快速繁殖 繁殖力增加 另外还有一个免疫逃逸的特性 这是整个就是说导致全球的这个流行率 EG.5快速增长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另外在日本和韩国也出现了住院率上升的一个情况 所以现在对人群的整个的影响 前景是不容乐观的 在这种情况下不给予任何检查诊断的通知 不让患者知道自己是否是感染了这个病种 这是为严重违反医学常识和传染病防治常识的做法 因为不同的病毒是完全不一样的治疗方法 对吧 普通病毒那就感冒的病毒多喝水休息 大多数人7天之内就治愈了 但是这个新冠病毒它能引起下呼吸道发炎 甚至肺组织大面积的水肿变性 食变导致呼吸功能衰竭 这个是要命的 让人很快的失去了这个呼吸的能力 所以千万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 在诊断上要明确 所以这么人命关天的事情 不能这样随便的糊弄 其实传染病并不可怕 病毒本身也并不可怕 可怕的就是错误的防疫政策 其实从今年从这个疫情开始 2020年爆发疫情以来 中共的这个防疫政策 一贯就是违反了科学的常识 违反了医学的常识 从一开始就极力地掩盖 很多人就丧失生病了 然后当国外奥米克隆大流行的时候 开始取代原来的旧毒株的时候 人们都开始放松了 开始走出来 它却开始清零 然后今年年初导致 就是又突然出现很多大白费 和重症率死亡率急剧的上升的情况下 它却变得它一下子就放松了 不管了 所以这个就是让人感觉 很奇怪的一个防疫的一个政策 对 很多人在说三阳来了 然后网上还流行一句话 说这个三阳开泰 真的是阳的次数越多越好吗 对 声音听的 就是这样的 对这个新冠病毒的感染来说 这个阳的次数多了 真的不是什么好事 一次没阳最好 因为说明这个人的免疫力 对这个新冠病毒就先天的 就是比较的完善 是一个比较完好的状态 但是感染过的 咱们就是说 不是说阳的越多 好像免疫力就越好了 抗体就越多 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抗体它会慢慢的衰减的 然后最新的研究也表明 这个免疫记忆在这个新冠病毒面前是一把双刃件 感染了之后 咱们争取 就是说不能够 不是说感染的次数越多越好 咱们再举个例子 就是去年11月自然杂志发表过一个 关于美国的退伍军人大型的医保数据库的研究 它其中把这个人群分为三个大组 一个是感染一次的 就是另外呢就是多次 就是两次或者以上感染的 还有一个就是未感染的对照 跟这个没有再次感染的相比 这个反复感染就是两次或者两次以上的人群 它再次感染的时候 它的死亡率增加1.2倍 住院率增加了2.3倍 所以这里头就是有很多很复杂的原因 包括你前一次感染留下的后遗症 还有免疫功能的这个持续的慢性的失调等等 都会导致后面的再感染的这个病情的加重 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病毒面前 我们就是说一定要把握住这个防疫的这个根本 不是就是说我们就是说 要维护好自己的免疫力 有的人在病毒面前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感染的 真的有这样的人 那比方说在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流行的期间 在波斯顿和旧金山的医生 他就做了一组人体挑战实验 就想方设法让六十几个人 他去接触这个大流感的病人 让他们就是唾沫呀什么的对着他说话呀 还有把他们的那些组织液给滴到那个健康人的 这个眼睛啊还有鼻子里啊让他就想方设法的让这个健康人去感染 结果呢实验的结果非常出乎意料 在62个人没有一个人感染 在这次新冠疫情面前也有很多人他是不会感染的 对 那我想问一下您啊非常感谢您的这个详细解析 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人他都不会感染 我们看到中国那边是有一些专家建议说高风险的人群 比如说老人小孩还有一些基础病的患者 他们需要完成这个新冠疫苗的全程的接种 那马上这个流感剂又要来了 还应该要接种这个就是说流感疫苗来预防 我想问一下您的建议是什么 其实疫苗呢它也是通过免疫系统起作用的 咱们的免疫力如果不好的话打疫苗也起不了作用 所以呢关键不在于打没打疫苗 免疫力好的你打疫苗也好不打疫苗照样起作用 免疫力不好的不打疫苗 打了疫苗可能也不能产生有效的抗体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就反复强调人的这个免疫力啊 就是与生俱来的这个免疫力是最最重要的 这是我们老天爷给的爹妈生的 它就是像一个就是说一个咱们打个比方 就像那个天龙八部 这个就是真的是一个精英的部队 昼夜不停的保护着我们人体的健康 让我们免受各种各样的外来的病菌的这个侵害 对而且人呢虽然在外表上看起来很相似 但是如果我们在微观下看 放大看我们的细胞分子这些结构层面 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有的人呢这免疫力就非常强大强大一些 那有的人呢就比较薄弱一些 所以接触这就是为什么接触同样的病毒 同样的环境有的人就会感染 有的人就不会感染 这个一个根本的原因 所以病毒是外因 这是一个条件 而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好坏 功能的强弱 这是决定我们是否感染的根本 其他的因素都是辅助的 所以还得从加强免疫力来入手 来防治这个病毒 那要怎么样才可以比较好的维护好 我们先天的这个免疫力 是 所以就是三句话 吃好睡好心情好 这是维护免疫力的最基本的要素 就包括就是说加强营养啊 补充维生素D啊C啊 还有一些心啊等微量元素 另外呢就是说一定要保证按时的作息和睡眠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要保持一个平和啊 一个乐观的一个心态避免一些紧张压力和焦虑抑郁 这些负面的情绪 这个都是伤害免疫力的 然后就叫打举个例子 就像我们有一辆宝马车 这个宝马车我们平时为了维护它 经常就拿去4S店去维修 这个车坏了呢 我们要送到4S店去修 对吧 那他们是生产厂家 他们知道这个车是怎么造出来的 那我们就自然要送到厂家去修 是吧 他们的专属专业人员才知道这个车坏在哪里了 就懂这个车的人才知道怎么修车 对不对 那我们的人体呢 好比一辆宝马车 其实啊 比这个宝马不知道高级多少倍 宝马的宝马车 说到这儿呢 我就想还补充一句 这个达尔文呢 他提出一个所谓的进化论 说人是猴子进化来的 可是进化论从一开始提出来的时候 其实就有根本的逻辑上的错误 它是以偏概全的一个混淆概念的一个假说 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举个例子 人怎么可能是猴子变来的呢 对吧 人有智慧 有道德 有良知 万物之灵 人还有社会责任感 可以承担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 做出价值判断 猴子只是在树上攀爬的这种动物 那猴子也根本没有人的伦理道德标准 怎么能跟猴 怎么能跟人来比呢 这简直就是对人的一种侮辱 很大程度上就贬低了人性的这个尊贵的价值 不仅如此 现在是很多大量的科学家 他的研究成果已经否定了彻底 可以说是彻底否定了进化论 在2001年 全世界知名的 大概有数千名的科学家 已经在网上征迁 他们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 进化论是20世纪最大的迷信 具体的细节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大纪元特稿 透视进化论这个系列的文章 有详细的论述 那我们这里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它不光是达尔文的进化论 它错在很多地方 它仅仅是从抓住了人的这个物质层面的 这个身体结构来谈论这个人体的起源 可是人是同时具有物质身体和精神属性 两种这种的完整的一个生命体 那物质身体就不用说了 就五官四肢啊 这些肉眼可见的结构 而精神呢 就包括人的情绪 性格 道德 这些等等方面 这些都是组成人体的重要的成分 那么再举个例子 人死了之后 肉体死亡了 人的精神还存在 大量的冰死体验研究就发现 人在死了之后 这个灵魂啊 这个就会离开人的身体 离开人的身体 然后进入另外的空间 在另外的空间还能看到 很多很多的生命 包括就是花草树木啊 还有另外空间的生命体 还包括这个具有光的这种生命 直接有的人直接就看到神 包括美国哈佛大学的神经外科医生亚历山大 在一次冰死体验中 他就看到了神和天堂 还有很多其他人都有类似的经历 那我们就说说 人的肉眼 其实看到的东西是极其狭窄和有限的 人的肉眼看不见神 但是我们不能说神就不存在 神是存在的 只不过他可能存在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但是跟我们人类生活的这个空间 同时同地存在的平行的宇宙之中 现代物理学家 很多物理学家已经提出了多维空间和平行宇宙的概念 认为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只是众多的宇宙中的其中的一个 包括很多的大科学家 比方爱因斯坦牛顿啊 都承认造物主 都认为人是造物主设计的 对对 所以为什么人是造物主设计 我们举个例子 眼睛 我们的眼睛的精妙复杂 就是让达尔文一想到就震撼了一个人体的器官 他就根本无法 他就自己承认 就是说用进化论是根本无法解释这个眼睛的结构的 那我们知道这个显微镜啊 照相机啊都是人造的 它都不如人体的眼睛的这个复杂和精妙 那连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东西器械 都是设计的创造的 那为什么说人的眼睛就不是设计创造的呢 对吧 所以人的人体器官是精妙复杂 是造物主的杰作 那我们的免疫系统 也是造物主为了维护人的健康而精心设计出来的一套防疫系统 人的免疫力坏了 那也需要维修 那回到这个修车的比喻 那到哪里去修呢 怎么修呢 那就要回归到造物主照你的那个地方去修 回归传统去寻找答案 那无数的科学研究已经有力的证明 人的精神作为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时时刻刻都影响着人的身体的健康 包括人的思想观念 道德观念都影响人的健康 比方说2013年 美国的著名期刊 它发明了这个发现的研究 它就发现一个人如果具有善良 为他的这种立他的这种幸福心态 那身体的免疫力就比那个享乐 比较注重物质享受的人就会好 就不容易感染病毒 还有2015年美国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 也发现比较诚实的人 他的抗病毒的免疫力就比较好 还有这样类似的研究有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具备善良诚实这种价值观念的人 他符合造物主当初造人的时候 给人体制定的一个规则 他的免疫系统就自然而然就维护的比较好 举个例子 比方说一台苹果电脑 我们要装什么系统 得装IOS系统对吧 那才能运作正常 咱们弄个不兼容的Windows系统 它运行不了了对吧 所以我们人体有它内在的运作规律和系统 这个被无数的传统的和现代科学的研究都证实了的 而中共呢 它给人从小灌输进化论 说人是猴子变的 等于就否定了人的精神 否定了人的灵魂 不承认人是神造的 结果把很多中国人的思想从小就变坏了 而且把人引入歧途 这样无形中就越来越败坏 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 还有许许多多无数亿的中国人的这个道德 刚才列举了这么多的研究也说明 如果人能够遵循传统的价值观 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往往就维持的比较好 如果人一旦偏离了善良诚实这种传统的价值观 人的免疫力就会变差 自然而然的就容易感染病毒 就一次痒了不行 二次 三次 甚至还会有更多 所以我们一定要独立思考 千万不要被一些所谓的科学所洗脑 不要被他们的这些宣传所误导 不要再迷信进化论 而是一定要摆脱进化论的毒害 而要思想要多思考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念 要重视我们的道德 因为这样对我们身体好 对我们健康有益 也让我们不会去感染这个病毒 这个新冠病毒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从思想上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这不是谈哲学 也不是谈什么观念 这真的是对我们健康息息相关的一个大事 所以就是让我们的 就像给我们的身体和思想 恢复到一个出厂的设置 让我们从根本上去保护好我们先天的 上天赤予的这个免疫力 这样才从根本上去消除这个新冠病毒的危害 感谢董博士 您说的很详细 而且从一些前沿的科学角度 跟大家介绍了 不光是物理上的一些人 对于就是说病毒的一些 怎么去避免这些病毒 而是说从真正从精神方面 也是可以摆脱病毒的侵害 另外其实之前中国的这个皇帝内经也提到 就是说心有正气 然后是写不可干嘛 就确实是这样正气存内 然后有正气才可以不让这些瘟疫去靠近你 另外之前确实有很多难以解释的现象 比如说基督徒 他被罗马那边是一直在屠杀 可是他确实不被病毒所感染 有很多我们解释不了的现象 而这些呢 却被很多的前沿从精神层面得到了一些证实 那说到这个问题 我想再问一下大宇 就是说您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高风险人群 他们中共所谓的这个感染病毒 这个高风险人群 我们注意到其实是有一些 怎么说中共的官员 还有一些警察 他们好像感染的风险比较高 是这样的 中共心中可能是有一些基础病的 老人或者小孩 他们的感染性比较强 其实呢 从现在的现实案例来讲呢 目前的疫情是针对所有人群 并不是针对某些特定人群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中国大陆 除了老人小孩 有很多像您刚才提到的 一些中共的官员 包括这个中共警察 他们呢都出现了感染 甚至就是死亡的情况 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下 可以看到啊 有一个就是北京市的西城区法院的书记 院长叫陈立如 他在8月15号去世 才50岁 还有一个中共党员 广西桂林警察 潘春全 是8月2号去世 年纪呢是46岁 比刚才那陈立如还年轻 还有两个 那么中共党员是广东 浦宁警察 陈永群 他是8月5号去世 年纪呢刚刚是36岁 另外一个呢是中共警察 江苏省肃仙市的警察 叫李建兰 8月7号去世 年纪才34岁 我们从这些案例啊 可以看到啊 这个中共病毒 他针对的可不只是那些年纪小 或者是有基础病例的人 这些都是正直壮年的人士 而且是男性 他们的抵抗力呢 应该是比较强的 而且刚才说到这警察 我只是把他的职称给简略了 其实他们都是 中共警察系统的一些官员 一些比较阶层比较高的官 而且呢只是一部分 还有更多的 在7到8月间 中共的官员系统里面 还有中共的警察系统里面 是死了很多人 但是呢 中共啊 它并不是对所有人公布了死因 它往往对外公布的时候呢 只说是OK 这个人死掉了 但并没有说 他因为什么死掉 这个跟去年年底 还有今年年初啊 在中国那场 令人印象深刻的 这个病毒大流行啊 非常的像 因为当时呢 中共也是对于很多 在北京啊 在各地死亡的这些 因为疫情啊 他们死亡的这些人呢 并不公布他们的具体死因 有的呢会说一些谎啊 说他们不是因为疫情 说是心脏病啊 或者他们以前犯有的一些基础病 并不是说他有什么 因为疫情啊 造成了他的死亡 这是中共一直回避的 其实到现在还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北京协和医院呢 我在我的推特上 还分享了一段视频啊 那么就是当地啊 在八月份 就是有这个很多人去看诊 最近呢 这个北京协和医院的 这个后诊大厅 是非常的拥挤 很多人呢 是排队看病 抱着小孩 包括大人也有 那么有的知情人呢 就跟外界来讲啊 就说这个 现在这个在北京的 这个情况非常的严重 那么小孩呢 他是这个咳嗽不止 包括大人也是 小孩得了之后大人也得 而一家人呢 都会处在这个危险之中 往往得了这个 所谓的疾病之后呢 他是反复的咳嗽 反复发烧 而且吃药也不好使啊 他药效的 这个药性非常有限 周期性很短 所以吃完药过几天 可能还得再继续吃 但是症状呢 是反复不停 而这个呢 不只是存在于去 看诊的这些年轻人小孩 而是在对于这些 他们的家长啊 大人也一样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像刚才福耀您提到的问题啊 这个病毒不只是针对那些啊 什么老人小孩 有基础病的人啊 所有人都针对了 而且呢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就在中共的这个官僚系统啊 还是在中共的很多这个高校啊 包括这个企业高管 警察系统等等啊 这些人里面 很多人死亡的是一个中共警察 他们带有这个 是中共党员 他们带有中共党员的这个身份 我们看到啊 在这个大纪元呢 他前两天啊 刊登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 他的一段描述啊 他的一段讲话 那么大概意思啊 那么李洪志大师就说了啊 在中国呀 现在这个新冠疫情 针对的是共产党员 还有那些盲从中共 维护中共 为中共卖命的人 现在死了很多人啊 包括很多年轻人 我们知道啊 这肯定是点出了一个真相 其实呢 李大师在今年年初啊 就指出过啊 中国疫情的严重性 那么很多人呢 因此呢 是仔细的思考了 因为呢 这个疫情呢 他的每一次的到来啊 他都不是简简单单的 在历史上看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案例 其实呢 每一次疫情 人类啊 从来没有战胜过疫情 都是疫情忽施急来 然后呢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就消去了 像当初的黑死病 出现的时候 人不知道啊 死掉了很多人 当时这个欧洲的 教会腐败非常的严重 那么在这个黑死病 来了之后 人们也没有什么 特效的药啊 也没有什么 当时说什么疫苗啊 这些都没有啊 只是硬扛 但是呢 扛也扛不住 但是瘟疫走的时候 突然间就走了 但当黑死病走了之后呢 欧洲给他带来了文艺复兴 当时呢 欧洲出现了一片繁荣时期 那么到后来呢 再举个例子 是中国明朝 那中国明朝明末的时候 也出现了瘟疫 在北京地区尤为严重 对明朝的官员啊 对明朝的这个守卫 北京城的这些士兵啊 影响非常大 甚至马匹都因感染而死 当时呢 清兵入关 几乎是长驱直入 没有遇到什么太强的抵抗 那么包括李自成进北京也一样 没有遇到太强抵抗 那么李自成进北京 很大程度啊就是因为明朝明末这个瘟疫造成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李自成的军人 还有这个清朝的军人呢 都没有感染当时北京城流行的这个鼠疫 恰恰是只针对明朝的官员啊 明朝的这个腐败的那个当时那个情况 包括很多官员 那么知道这是当时一个改朝换代的信号 那么到了近代 像刚才董博士也提到的 就是西班牙大流感 那么在西班牙流感盛行的时候呢 是一百年前大约 当时正好是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啊 它这个非常蓬勃的时候啊 它当时对各个国家呢 影响非常的严重 所以说呢 这个当时这个流感呢 同时伴随尔也是非常的严重 在美国呀在欧洲啊 包括在远东啊 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很多人死亡 在这个人类历史上啊 都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阴影 就像现在的新冠病毒疫情一样 所以说呢 我们回头看过去这些历史啊 所有这个疫情啊 都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呢 它来了 我们不知道 它走了 我们也不知道 并不是人类战胜了文艺 这是第一点 那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 这疫情每次可能都是会针对一个特定的人群 往往疫情结束之后啊 都会带来一段比较繁荣的时期 那可能就是相关的一些需要 按宗教的观点来看呢 可能需要遭惩罚的人 那这样呢 就是受到了报应 但是呢 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讲呢 也是这样 很多信仰啊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会知道 瘟疫肯定不是偶然的 一定是针对某些这个 做过错事的人 或者是有问题的人而来 并不是说 对这个一些好人的都会有影响 所以说呢 我就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说的这点呢 我是深信不疑 这个病毒啊 它是肯定是有特定目标的 就像现在对于这个中共党员啊 那么在中国就非常突出 是 非常感谢大宇 您刚才有提到 其实疫情可能也是跟着朝代的这个起落是有关的 另外您提到就是说 李大师的这样的一个论述 确实是值得人们深思 因为有很多事情 我们可能解释不了 但是有一些先知智者 他们可能会提前预知到一些事情 这的确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非常感谢大宇 另外我们可能要说一件 确实是跟着朝代相关的一件事啊 两周之前呢 大英博物馆有大约2000件的文物被告知说失踪了 或者是被盗了 或者是损坏了 那么这让该博物馆面临质疑 博物馆的一名员工被解雇 博物馆的馆长费舍尔也宣布辞职 借这个事件呢 8月27号中共喉舌 《环球时报》就发出社评文章 要求大英博物馆要无偿归还中国的文物 文章称 大英博物馆里边有大约2.3万件 来自于中国的文物 文物是如何被该博物馆获取的 可能已经难以追溯 但是他们大多都是当年 英国趁人之危趁国打劫 甚至直接对中国制造劫难 趁机劫掠或者是盗取得来的 只要英国不能证明哪一件藏品 是来自于合法干净的渠道 那么这个藏品的母国就有权去追索 这篇文章呢 是在微博上获得了很多人的响应吧 但是也有很多人在质疑说 当局正在中国和西方关系恶化的情况之下 操纵民族主义情绪 这个问题我就想问一下秦鹏先生了 就是说要求大英博物馆来归还文物的 其实不只是中共 包括之前有希腊然后尼日利亚 都有过这样的一种举措 那为什么就是说中共在这个时候要提出 它和之前其他国家提出来有什么不一样吗 对中共的话提出来 它说要把这个文物归还母国 对吧 就它看起来实际上是有合理性的 但是呢我认为说如果要归还呢 那应该是归还中华民国台湾 而不是你归还你中共 因为中共作为一个这种外来政权 它实际上是当时苏俄为了搞这种全球侵略扩张 找了那么一个代理人 所以它当时是这个苏俄的一个党支部 到今天的话中共它实际上都不是 服从于中国的这个宪法和国家之下 它实际上是凌驾于中国的这个宪法 这个国家之上的这么一个政权 这样一个外来的政权 而且一直是把普通的中国人民当作奴隶再去奴役 它不是一个合法的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的 或者正常的这么一个 我们说人民选举的这么一个政权 所以它没有资格去谈这种母国的概念 所以这母国没有实质意义 母国你中华民国台湾 你这才是真正的传承中国文化的这么一个地方 对吧 而且当年我们看到这个故宫博物院 就是台湾的今天的故宫博物院 它在战争年代都把那个文物保存那么好 那它有资格我觉得去保存这样的一个这种文物 另外当然说台湾这边的话 其实它也有资格去索要 对吧 我觉得是这么回事 因为你看尼日利亚 现在实际上是有一些文物 在陆陆续续的不同国家再还给他们 比如说美国我们就发现的话 至少有16个博物馆 再去归还就是尼日利亚 当年就是从他们那拿的一些文物 那么还有像德国也有一些 在上个月 这同意说归还是从尼日利亚 获取的大概是1000多件的文物 英国也有一些博物馆 包括是剑桥大学 牛津大学的博物馆 还有是伦敦的霍里曼博物馆 他们都同意去归还尼日利亚的一些文物 那么当然大英博物馆比较特殊 为什么呢 大英博物馆它是有依据像法律 说是国家资助的这个博物馆 你不能是随便归还这个文物 所以这点上是有区别 也正因此现在是有一个争议 当然希腊那边其实也有一点争议 因为希腊有些文物实际上是当时的 作为英国人买来的 它不是说去抢的 因为尼日利亚很特殊 那么中国这个文物其实也有一些争议 虽然看起来在这个馆藏的大英博物馆里面 有很多中国文物 但这些文物其实不同的来源 也是差别比较大的 有很多实际上也是不同的人 买来捐赠给他的 或者是卖给这个英国的等等的 还有呢有一些实际上是中共的这些官员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还有一个这个规定 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它实际上是把文物分成不同的种类 有一些是可以出口 有些不可以出口 然后的话呢甚至呢深圳的这个官方 实际上是在导致这些文物 对对对对 所以而且呢它官方的这个私下里面 还导致一些规定不能出口的 这些高端的一些文物 那些文物是有什么特别的吗 不能出口的文物 它实际上理论来讲是更加的这种珍贵的 所谓的一类二类文物啊等等 这样的一些说法 现在有很多人质疑说中共可能是在炒作民族情绪 因为之前不是还有反日之类的吗 就是您怎么观察 您觉得中共有这方面的这个意向吗 毫无疑问它是在炒作这种反日情 就是反外的情绪对吧 因为很明显来讲的话 你作为中共它实际上文物再好来讲的话 它是一种文化对吧 传承了中国五千年的文化 你中共它尊重中国文化吗 另外的话呢 对中共的官员里边 它可能会把它当作这个钱 因为它值钱嘛 对吧 可是你珍惜中国老百姓的这个钱吗 你中南海的话大手一挥 你可以撒出来这个几百以上千亿的钱 而且是美元对吧 所以你突然间你说你珍惜这些文物 这个说不过去让人家不可相信 此外呢你说你珍惜生命 那么现在你在那去鼓吹说是 刚说完疫情啊 或者是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日本的废水啊 对吧 你珍惜生命吗 你珍惜生命的话 你怎么会放水的话去淹了这个桌粥呢 你珍惜生命你怎么会掩盖这个疫情 然后呢让那么多的人无辜的死去呢 对吧 所以这个说法说你珍惜文物 然后呢是怎么怎么样子 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可笑的一个说法 它实际上就想借机呢 去挑动中国民间对于这样一个外部的一个排斥 因为转移呢国内现在经济这种下行啊 还有这样的一个大规模失业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这种愤怒不满的情绪 所以还是在有异象的一个操作 我想问一下大宇啊 之前大家还在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秦宝先生也提到了 说这些官员可能会把这些文物当作是一种资产 我想问一下您 如果这些中国文物真的交到了中共手里 就更安全了吗 那么知道啊在美国呢有个法律 其实不止美国了很多国家都有类似这样的法律 如果你对你的孩子进行家暴 那这个孩子啊那法官呢可能要拿走啊 去送到一个特定机构去抚养 直到你家庭解决这问题呢可能才会送还给你 或者甚至啊对你进行惩罚不一定要送还给你 因为你的问题可能会一直持续 你的家暴问题呢可能会一直存在 所以呢他们不信任你 那么对中国文化呢也是这样啊 在中国大陆我们可以看到啊 中共啊在历史上对中国文化的破坏相当的严重 我非常赞同刚才秦峰先生讲的一句话 就是如果这些文物呢要归还 也不一定要归还给中共 而是更好啊不如去归还给中华民国台湾 因为呢他能更好地去保存这个文物 那么中共为什么不能很好地保存文物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有前科啊前科累累 在文革的时候是最为突出的 在文革初期呢就是破四旧 我们知道啊现在我们所了解的文化大革命 他可能对于这个人的迫害啊是吧 对于这个中共内部的权斗啊非常关注 其实文革最重点呢是破坏中国的文化 他所谓的破四旧啊就破除中国的历代的传统文化 传统思想传统习惯传统风俗 他所谓破四旧 当时非常严重那么中共呢在1966年呢 他发出大字报啊横扫一线牛鬼设身之后啊 全国的红卫兵立即就开始对中国的文化宣战 那么那些打死人呢或者是对人使用酷刑啊 这只是副产品这只是破坏文化过程中啊 那些拥有文化的人或者有传统思想的人 这些人呢遭受迫害这只是一个副产品 最主要的它是要消灭中国的文化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在北京啊就有好多这个文物啊被摧毁 在1966年89月两个月之间呢 全国呢他其实在1958年呢 做过一次全国性的文物普查 国家级的文物就有6800多处 在1966年89月这两个月间呢 全国国家级文物就被摧毁了将近5000件 5000件呢一共就6800多件 就是在1958年统计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破坏力是相当大的 而且呢孔子的陵墓 岳飞的陵墓 大宇的陵墓啊就以前大宇治水一个大宇的陵墓等等啊 他们都被捣毁都被红卫兵破坏 那么有很多这国学大师比如举个例子梁肃明 他就收藏了很多的古玩字画 那红卫兵呢直接冲到他的家里啊 把他的古玩字画呢都抢出来 然后呢在他的庭院里一一烧毁 而且呢那个红卫兵呢在这个烧文物的时候呢 还边撕古玩的这个字画啊去砸这个古玩的东西啊 还边在说说这些都是封建的东西 那梁肃明呢是看着也是一直流泪 他说自己啊家族上啊自己父辈在清朝是三代为官 那么他们的积攒的那些名人字画等等全都被焚毁了 那些古玩啊那些典籍 那么在其他的城市啊对这个很多不只是中国的文化 对中国的这个很多传统宗教啊也是非常严重的破坏 比如说在山西有一座城市 全城啊有190处这个传统就是历史城留下来的庙宇 那么在文革破四旧之后呢 只留下来了去之可数的20座30座 大概是20到30座这样的数字 那么绝大多数呢都被碎毁掉了 而我们知道在中国呀民间信仰是非常兴盛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 我去台湾以前旅游我就看到了 无论去台南还是去这个任何台湾北部的一些城市啊 他们很多啊不同的民间信仰非常的顶上 各种庙宇啊香火都非常旺 我知道这是中国传统的风貌 以前中国大陆也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中国大陆看不到了 为什么呢 以前中国大陆一个县就有几百座庙 但是呢共产党来了之后 在破四旧的时候全都摧毁了 民间信仰啊一网打尽 这是为什么造成现在中国人不信神 跟他讲一些 一些就是因果报应啊 善恶有报啊 他可能要思考一下 造成这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当初破四旧的这些原因 那么可以看到啊 当初啊这个中共他破四旧这些做法呀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浩劫 但是呢很多文物被摧毁了 很多文物其实呢 它是被中共的官员自己啊给私下的留下来了 现在北京啊破四旧的时候呢 红卫兵搜索出了很多这个名人啊 他们家庭里的很多古儿子画呀 典籍啊还有历代留下来的珍品 包括这个很多历史上啊 名人的印信像韩信的 两千多年前汉朝大将军韩信啊 他的这个印信也是被对被收走 但是被江青啊还有康生等等这些中共官员呢 收走他们每次去拿的时候都是上千件上千件的拿 所以很多中国文物啊是流落在很多中国权贵的手里面 中共权贵 所以这些现象也是非常严重的 的确其实中共才是破坏中国文化的最大黑手 非常感谢大宇 因为这个情况还有很多 我们不在这里一一细数 我们稍微再来跟进一下台湾大选的情况 目前72岁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在8月28号宣布独立参选 2024年中华民国总统 那么至此呢台湾大选的局面变成了 由蓝白阵营的中国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 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 无党籍的郭台铭三个人 挑战绿营的民进党参选人 现任的副总统赖清德 郭台铭在记者会上被询问说 要怎么面对中共经由鸿海对他施压 他回答说如果中共政权要说你不听我的话 我要把你的鸿海财产没收 我会说yes please 他还表示说如果牺牲他个人的财产 不来打台湾 那么他愿意重新做模具工人 只要中共不打台湾 但是他不能听从中共的指派 郭台铭说自己是几位候选人当中 唯一具备经营管理能力 拥有近50年实务经验的企业家 并保证说自己会成为为台海带来 未来50年的和平 绝不会让台湾成为下一个乌克兰 但是目前有观点认为说 郭台铭的参选等于是在给赖清德加分 我们就稍微说一下 就是说郭台铭的这些承诺 他是否可以达到 秦邦先生 我觉得他没办法达到 因为真正的说 这个台湾到底能不能带来和平的话 根子上是由中共决定的 对吧 因为中共你只要不侵略它 台湾实际上就没有所谓的台湾问题 对吧 而他把这个台湾问题比作乌克兰 那么恰恰暴露出来说 中共实际上才是那个威胁和平的这样的一个侵略者 因为乌克兰是被侵略的对象 他不是说因为乌克兰自己去挑衅谁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根子的问题 另外呢 郭台铭讲说50年的这样一个承诺 让人想起来什么呢 香港 对吧 你香港的话 中共承诺了50年和平 结果的话呢 是什么结果呢 大家都知道了 对吧 现在才多少年 好 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点评 我们今天内容比较多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会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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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